熊熊烈焰吞噬南加州哈维飓风重创美国第四大城休士顿 2017年美国见证一波波异常天灾 科学家认为这都是气候暖化的铁证 但偏偏川普总统就是不相信 气候变迁议题中美两大强国 2017年正式分道扬镳 中共十九大会议上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演说 一口气连提八十九次大自然 对环境的重视可见一斑 大陆崛起的中产阶级 可求蓝天白云和干净水源 北京当局积极开发替代能源 广泛盖设太阳能板 更加强取缔违规工厂 今年截至十月底 政府计出超过七亿台币的罚单 反观美国却是重返 传统石化能源的怀抱 就算面临国际蜂拥而至的批评 川普依旧无所谓 决心让煤矿再次伟大 怀宇新闻 吕亚军综合报道